机会就又更多了一些 这块场地呢也是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月亮湾体育场 这两位是来自日本的陈思芳家和板桥美波 他们的第一个动作是向后跳水 上海的月亮湾体育场也是位于上海的浦东地区 这块场地也是指引美丽的试博园 周围呢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试博会的当时的都有建筑 而远处呢就是黄江了 日本队员这一跳达到了46.60 来看一下陈思芳家和板桥美波 这个动作301反身跳水 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位置是第11位 应该说两个人动作节奏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在提到了高度上越来有一些差异量呢 都造成在浮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坚后的部分 台北人在打分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相对量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针对这样的入水高度不同的情况 它会分为如果只是这种小臂的差别是怎么样打分的 大臂的差别是怎么样打分的 如果是半个身体的差别甚至是更多 然后是有不同的判分的层次 下车是邦家跟板桥美波 他们的第一次选选了5152 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那这个动作呢一般来说更多的会是在跳板上由女孩来采用 一个队员完成的还是不错 就是右边的这个 另外一个在完成中队的时候 入水的效果差了一遍 我们看看外戏头能告诉我们一个原因 其他的高度就比加弹要低了一点啊 整个人掉的比较快 在入水的时候没有做纯粹的打开就已经到水面了 个子高一点的就成熟方家 矮一点的自日版超美波 61.773 日本选手陈苏范加加彩球 美波 这个动作是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戏 上一轮只好拍的第八位 各种颜色的起跳到非常之一 liner영北 同学马转做日子 每天的准备 一轮只好拍画 还是稍微有一点没有平衡 有点往前怕 所以她在起床之后 也就自然有一点往里钻 不得不说这个小姑娘 确实她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强 三周半的动作 仍然是可以向上打开 也就是说她非常早的 就完成了翻筒动作 可以更早的 也就是更丛容的作打开入水 板桥美波呢 完成了所有的比赛 陈思凡家跟板桥美波 最后一跳一里起屁 向前翻腾三周半驱顶 上一票之后排在第七位 这是日本队的其他队员 这男孩是刚本忧 在昨天已经完成了 男子双人的比赛 这也差太远了 有一个队员他在跑坛的时候 出的太靠前了 这么大的差异 在风筝上会有很大的恐怖 两个人的动作节奏 基本上算是平常有一点点小心点 和小角度的差别 在入水的距离 有这么大的差异的话 我们的同步分来看一下 有效分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